台湾的投票从民主化的过程来看 过去在投票的技术方面 大家都有疑虑 就是会不会做票 那么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 那么在台湾自己内部的投票 都对于监票这件事情都很认证 那么特别要是放到海外去投票的时候 它的这个对于这个监票的可能性到底高不高 还是说它会不会出现一些 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些弊端出来 所以对于这个投票不在籍投票 虽然已经谈了大概20多年了 从李登辉总统执政那个时候开始 就有在谈这个东西 可是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政策 那么我想到目前为止 大概也只是在还在讨论中 那特别是如果假如说这个选举 对于执政党评估来说 执政党认为海外的选票对它不利的话 那更是不会来来把这个事情这个落实下来 那我觉得所以说这个不在所谓不在籍投票 可能就是个议题 那么在可预见的将来 要把它变成一个一个政策的话 大概我看是不容易的 感谢了 感谢了 感谢了